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的新加坡人会在双11这天购物 而马来西亚也有26%的人选择在这天买东西 加收以外就区区7% 那消费者到哪里购物呢 82%的消费者会结合不同的渠道或者平台来买东西 除了到实体店 也会通过电脑和手机应用程序来购物 那为什么要结合实体店和网店一起呢 因为最大的原因就是可以比较 有52%的消费者来比较价格 18%的消费者会到不同的店面比较产品 当然还有9%的消费者会特地到商店里 亲自去看看或者试用产品 新加坡消费者最爱买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就是衣服和饰品 第二是电子产品 第三是美妆品 根据调查 67%的新加坡人是通过电脑或者手机来购物的 购物旺季呢 电商的订单增加了多少 他们的营销策略和传统零售业就哪些不同 我们现在让友谊请教现场的两位嘉宾 友谊 好的 谢谢亮哥 首先呢我们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来到节目现场 首先是南洋理工学院数码化资深顾问 兼高级讲师李志伟老师 你好 你好 同样来到现场的是Shopee的首席商务官周俊杰 周先生你好 欢迎你 你好 好 我先请教周先生 我们知道说你们的公司是在15年开始的 是的 那最近也经历了三次这种大规模的促销活动了 能不能先帮我们从数据上面来看 过去这三年来 你们最好卖的可能三个产品 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 在数据上又告诉了你们什么 其实网购市场其实是一个变化非常快的一个市场 所以每一年其实产品的变化其实非常非常大 基本上来说也是看商家的促销 也看用户的一个习惯 所以大类来讲 其实比较好卖的通常都是 比如说服饰类 电子类 或者是美妆类 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产品其实还是按照每一个季节不同 会有相当的一些变化 其实有办法根据以往搜集的数据来预测消费者的模式吗 我们会按照消费者的一些网购习惯 我们大概会知道什么样的产品 比如说什么样的类型 什么样的品牌 可能是新加坡用户最喜欢购买的一些产品 这样我们会提早做准备 可以跟商家更好地去配合 在这个促销季节做出更好的一个推广 所谓的提早做准备 我想可能一般人都很好奇 你们在多早之前会开始可能进行存货 或是物流方面的设计 其实这么大的一个促销活动 比如说双十一 我们可能是提早半年或更久就开始做准备 比如说可能从整个的一个系统上来说 或者说是一个我们整体的一个促销活动营销的一个策略 当然如果按照备货这一块 我们会跟我们一起合作的商家 大概提前几个月就开始做一些预测 预估在这个促销季节 在这个活动大概会输出多少量 那他们可以提早备货 保证可以有足够的货源 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其实以现在的市场来讲 价格对于消费者来说 是不是还是最大的卖点 我觉得网购来说 我觉得消费者应该是看两点吧 第一点是我有很多东西可以买 在一个网购的平台 那就是一个方便 我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我可以买的东西 第二个当然还是价格 对所以价格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 欧米常说要货币三家 请问李老师 我们看到这个热潮是从网络也延伸到了实体店 尤其过去这个星期五 乌节路是人山人海 实体店要能够吸引消费者真的掏钱 它的侧重点跟网络上有什么不同 实体店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让各位消费者有个感受 能够体谅整个氛围 好像现在已经接近圣诞节 去年我也提到圣诞节必须要有童话故事 今天就和迪士尼乐园也有合作 所以在那边购买东西的时候 它会提高它整个氛围 提高它整个购买的欲望 是 其实不管是实体店或是网络电脑 可能生意的规模都是一个最大的关键 所以东南亚这个6亿多人口的市场 自然就成为了商家瞄准的对象 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 这几年来东南亚的网络经济发展 到底有多么迅速 让郭亮来告诉你 好的 那么根据这个谷歌和弹马戏 联合展开的这个报告 东南亚的网络经济规模 在今年将达到720亿美元 而7年之后 也就是预计到了2025年 将大幅度增加到2400亿美元 这个比之前预估的数字 要高出400亿美元 而在这个网络经济当中 电子商务这一块的增幅是最快的 我们现在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东南亚电子商务的活跃用户数量 已经从2015年的4900万人 增加到今年的1亿2000万人 而网站成交金额 在2015年是55亿美元 到了2017年 翻倍增长达到109亿美元 到了今年年底 这个数字估计将增加到232亿美元 市场预计到了2025年 东南亚的网站成交金额 将达到1020亿美元 是 李老师 我们看到东南亚的电子商务果然迅猛发展 您觉得主要原因会在哪里 这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中产阶级的消费升级 现在很多东南亚国家 他们的中产阶级不断地增加 而且消费能力也越来越强 所以在网上购物的能力也越来越强 第二方面在于整个东南亚国家 尤其像印尼这样的国家 他们除了也加大之外 其实二 三 四线 陈线都有开始在网上购物 因为他们在当地没有实体店 那么就跑到网上去做购买 所以电子商务肯定会增长很快 周先生 你们的公司在不同东南亚国家 又发现这些年来 消费的趋势出现什么样的改变 对 我们其实是在东南亚六个国家 都有做我们的业务 所以这短短三年以来 其实成长是非常非常快 那就按照双11来讲 今年双11我们其实是达到了历史最高的数据 当天在这六个国家 我们就达到了1100万个订单 比起去年其实4.5倍的成长 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 是的 是 刚刚您提到六个国家 包括印度尼西亚 泰国 马来西亚 越南 菲律宾 还有 还有新加坡 还有我们新加坡在内 您看到说这些年来的这个变化 你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两点吧 首先互联网用户在这个区域 其实是非常高速的成长 我觉得最大原因就是因为 智能化手机的一个普及吧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有办法通过手机去上网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就是网购习惯的一个 一个养成吧 这样的习惯 就是可能说几年前很多人都不知道 网购是一个什么事情对吧 如何去做网购 那现在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行为了 所以我觉得这两点就可以帮助 就是一个网购的人潮 可以越来越大快的增长 是 李老师 说到这个电子商 一般我们的理解就是 物流业肯定会比较蓬勃 对吧 那你觉得还会带动其他那些行业吗 那么从我们合作伙伴 阿里巴巴的整个经济体 他们叫新零售经济体来看 他们带动很多新的新型产业 其中之一呢就是网红经济 那么他们带动那个网红经济呢 就包括那个视频制作 包括不同的网红的人都跑出来了 那么同时呢也会带动整个那个运营商 因为你整个运营那个店铺 电商的店铺呢 就必须要有专家 有数据分析 同时呢找出很多新的点子出来 所以这方面呢会有不团不断的那个新型行业会出现 我们新老师新的职位 是新的职位 对 一下这样子的新职位周深 你们公司近年来大概看到出现了哪些 我们其实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公司 所以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年轻的毕业生也好 他们加入我们公司 那些新的比较大家比较热门的 热门的一些一些工作职位的话 包括可能说是产品经理 就是如何把我们的产品做得更好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数据的一些方面的一些职位 数据分析师啊 数据工程师啊之类的工作 听起来啊 在这种比如说比较新兴的行业 或者说算是朝阳产业吧 那个是不是人的这个更替很快 是不是你都需要年轻人 我觉得我们在于我们这个行业 我们其实是都欢迎各种各样的类型的人才 当然就是说 我觉得对于这样一个比较新兴的产业 可能年轻人接受都比较高 他们比较愿意去尝试这样一个互联网 一个网络平台这样一个企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年轻人 加入我们这样一个行业 你感觉出来行业的变化非常的快 近几年来有一些零售业离开了我们本地的市场 但是同时有很多的新品牌进驻 就根据这个趋势 接下来零售业未来会是怎么样的发展 接下来零售业呢 主要你会发现的就是 线上线下融合在一起 你可以看到就是淘宝 淘宝呢已经开始在那个 Ochero那边的无界路 开立那个实体店 所以以后再也没有线上线下 全部是一个线上线下的整个融合 你会看到很多的大的商场呢 变成了一个线上的实体 就是开始做线上的促销 可能有可能就是一个大屏幕 不再是有一个catwalk这样的一个形式 反倒是说当天的一个现实销售 有一个可能是当天在商场里面 卖的最好的物品 让Renew呢马上冲过去买 就变成一个实体的那个电商的那个平台 也就是说瑞所说 它是相辅相成的 彼此可以刺激到是吧 是的 周先生你们现在可能 你们可能不会涉及到线下的这个领域吗 对暂时我们还没有做线下 对 那你本身怎么看的这个结合 我是觉得尤其在新加坡这样一个 其实线下也是一个非常发达的 一个零售业的这样一个情况 我觉得线上是提供了多元的一个渠道吧 就是对于任何商家来讲 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他们会重视网上购物这一个渠道 所以很多情况下 他们是也是在于线上跟线下 同时结合做营销 所以线上可能是让他们去 在他们一个促销的一个渠道上 多了一个渠道 另外可能他们在促销的方式上 他们可能会做一些变化 对 另外就是我们看到这个11月份都创新高了 紧接着12月又有个促销 你有什么预估吗 你觉得成绩会如何 我觉得双12的话 就是说我们其实也会做双12的活动 实际上是明天就会开始 明天我们开始就会有一个两个星期的 明天就开始 对对两个星期的一个预热活动 但每一天都会有一个不同的主题 那最后会在双12那天会达到高峰吧 所以我预估当天的数字 应该会跟双11 应该是差不多吧 也就是说还有后悔或者没买够的 继续跟进 对对对 因为年底圣诞季节还没有过嘛 大家还会更多的去购物 听得出来大家火力全开 你觉得接下来这个12月的战场 会不会越来越激烈 其实就是从双11开始 大家已经有购买的欲望 就是再加上升的是黑色星期五 还有那个Cyber Monday 所以肯定双11又再带动新的一轮的买气 就还有Boxing Day 对Boxing Day 对 好 非常谢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也祝愿所有的朋友购物愉快 是 其实这个网络商品真的是无其不有 你知道吗 原来呢 喜欢园艺的人也会上网呢 来搜寻不同的奇花艺草 这些不同的种子在家里面试着种 好 下一段节目呢 一位园艺能手告诉我们 他怎么样成功种出可以食用的花 食指跟拇指就把它轻轻地捏就好了 哦 这算简单 这些颜色鲜艳的花朵呢 采摘下来之后不只能放在家中做反射 还可以和食物一起吃进肚子 希望在家里中美丽又能吃的花朵有什么敲门呢 稍后锁定这一集的城市农夫